我与女友青梅竹马,门当户对,他曾说我满足他对伴侣的所有幻想,后来,他却爱上了我爸在外的私生子,我苦心相劝,私生子居心不良,他非但不听,还纵容他跟我争家产,私生子道德败坏当街骂人,惨死在抢我生意的路上,他把一切责任怪罪在我头上,假意与我结婚。 大婚当天,派人将我从天台上推下,他的笑容张扬而又嘲讽,你害死了我心爱的人,那你就下去陪他吧。 在睁眼,我回到了壮破女友私情的那一天,这一次,我选择退出,成全他所谓的爱情,看着坐在对面紧紧握着双手的男女,我一时陷入了恍惚。 上一秒,我还陷在被人推下天台的恐惧中,没想到下一秒,我竟意外穿回了三年前,坐在我对面的,分别是我相恋多年的女友胡冰颖,以及我父亲的私生子顾秉承,再过三个月,就是我和胡冰颖的婚礼了。 我沉浸在终于能迎娶到心爱之人的喜悦中,却没注意到她对我愈发敷衍的态度。 我当时只以为胡冰颖是婚前有些抵触心理,毕竟恐婚的人越来越多,结了婚之,后,她看到我的好,就安心了。 直到某天,我突然收到了短信,上面全都是胡冰颖和顾秉承亲密的合照。 上一世,我在收到了消息之后,冷静地将他们两人约出来致谈。 如今,我和胡冰颖的婚礼,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,更多的是两家公,此之间越来越密切地合作。 如果这时突然有出轨丑闻爆出,那对于两家公司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,可胡冰颖却不这么认为。 她始终将顾秉承护在身后,生怕我会做出对她不利的事情。 上一世,我也是被这一幕刺激到,说出了一些难听的话,这也加重了我和胡冰颖官,稀恶化。 看着对面如临大敌的两人,我将手机上的照片递给了他们。 你们不用担心,我不是来质问你们的,今天突然有人将这些照片发给了我。 我想,我们需要找当事人谈谈。 证据摆在面前,胡冰颖有些心虚地瞥过眼,我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,成年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男女朋友。 胡冰颖不止一次地曾对我说过,我满足了她对另一半所有的幻想。 大学毕业后,在事业上有了一番作为后,我向胡冰颖提出了结婚,我们两家本就是世家。 如果联姻的话,也可以加深两家公司的合作。 更何况,我们本就是相恋多年的情侣,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。 我以为胡冰颖会很爽快地答应下来,可她结结巴巴地许久,才勉强答应了我的求婚。 当时我被巨大的喜悦冲昏了头脑,以至于我忽略了胡冰颖难看的脸色。 如你所见,我们两个人早就在一起了,小盈善良,怕你伤心,才没把这件事告诉你。 既然如今你已经知道了,那我们两个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 顾秉承炫耀似地将两人紧握的手放在桌上,而两人手上戴着的情侣对戒,更是吸引了我的目光。 这个戒指,我曾经在胡冰颖的家中看到过,那时她有些慌忙地将戒指收了起来。 她说这是最近心上的款式和闺蜜一起戴着玩的,我的心中虽然有些困惑,但还是强压了下去。 毕竟我们两人认识了这么久,这点信任也是该有的。 胡冰颖注意到我的视线,连忙将手中的戒指给挡住了,在察觉到不对劲之后,她又将戒指露了出来。 看到胡冰颖这一番奇怪的操作之后,我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嘲讽的笑容。 顾先生,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,在感情里,不被爱的才是小三,对上顾秉承挑衅的目光时。 我有些无奈地耸耸肩,没想到有一天,我竟然能遇到男绿茶,没听说过,我只听说过礼仪廉耻,而且既然你们在一起了,那为什么不敢名正言顺地告诉我,不还是因为心虚吗? 怕我伤心,所以才不告诉我,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? 如果这件事不是我先发现,而是被媒体拍到。 你们还真以为,我会这么好脾气地,坐在你们对面吗? 听到我的话,顾秉承身上嚣张的气焰消散了不少,上一世,他也曾专门挑衅过我。 那时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,不顾形象地和顾秉承撕打在一起,可他却不还手,任由我在那里一拳拳地打向他。 等李治回龙的时候,顾秉承的脸上被我打得轻一块紫一块,胡兵营将我推到一旁,嚷嚷着要去警局里告我,看着他艰难地搀扶着顾秉承离开的身影,我有些落寞地垂下眼。 重来一世,我轻而易举地就看破了顾秉承拙劣的激将法,听到我的话,胡兵营敏敏纯。 这件事,能先不要告诉我爸妈吗?我不想让他们替我担心,顾秉承早在大学的时候就对胡兵营一见钟情,他曾大张旗鼓地追求过一段时间,搞得全校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,学校里有和胡兵营父母相熟的朋友。 于是偷偷将这件事告诉了胡母,胡母怕胡兵营做对不起我的事情,专门和他谈心谈了一下午,谈完之后,胡兵营闷闷不乐地扑在我的怀里,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。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别的男人?再说了,我现在都成年了,为什么我妈还要处处管着我,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,又不是可以勉强来的? 一语成谈,后来我和胡兵营的感情真的是不能勉强来的,可胡母的担心并不是毫无缘由的,顾秉承是单亲家庭,从小由他母亲一个人带大的,上了大学之后,顾秉承大部分的时间全都用来去兼职打工,赚取生活费,直到他顶替了设有的位置。 但是,参加了胡兵营的生日会之后,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追求胡兵营,胡母怀疑顾秉承是看中了胡家的钱财,所以才追求胡兵营,更何况,我和胡兵营的恋爱众人皆知,他为什么非要来追求胡兵营呢? 这其中,一定有膝跳,还没等我想明白,顾秉承就拿着一纸亲子鉴定来到了我家,他说,他是我父亲流落在外的私生子,也有继承公司的权利,如今会来认亲,是要让我父亲承担赡养义务,父亲这些年的花花新闻一直没有断过, 自称是私生子上门要钱的人,更是数不胜,数,但全都无疾而终,像顾秉承这种拿着亲子鉴定上门的,却是寥寥无几,所以这一刻,我动恶出他的想法,他不甘心为什么同是一个父亲的孩子,我从小锦衣浴时,他只能靠捡垃圾尾声,所以他要一点一点拿走,属于我所有的东西, 而这第一个就是胡兵营,我淡淡地看向胡兵营,与其在这里求我不要告诉长辈,不如查查看究竟是谁把照片发给我的,既然那个人能发给我一份,自然也可以发给伯父伯母。 我看着顾秉承猛然变得铁青的脸色,嘴角露出一抹笑意,这些照片是顾秉承偷偷用小号发给我的,他怕到使我和胡兵营结婚之后,就彻底没了机会,所以他铤而走险,将手中的亲密照发给了我,借此挑拨我和胡兵营之间的关系,哪怕我们没能取消婚礼, 但心里也会一直有根字扎在那里,上一世,我直到结婚前才查出来,原来是顾秉承做的,可我将这件事告诉胡兵营之后,他却认为我这是在离间他们,和我愈发疏远了起,来,这些照片,你该想想,除了你还有谁能有? 我意有所指的说道,果然,胡兵营怀疑的目光,瞬间就落在了顾秉承的身上,顾秉承以为,我会顾忌男人的尊严,不会将照片放出来,可如今我已经死过一次了,又有什么好在意的呢?你放心,这件事,我一定会给你有一个交代的,胡兵营说完,起身高开了咖啡厅,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顾秉承, 顾秉承瞪了我一眼,你不用太得意,未来的赢家,只有我一个人,看着顾秉承慌慌慌忙忙追出去的背影,我有些嘲讽地笑了笑,他自称是父亲流落在外的私生子,可他不知道的是,当年母亲在生下了我之后,就勒令父亲去医院做了劫萨,母亲必须确保,家里有钱只能有我一位继承人,所以,母亲这些年, 财人由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,至于顾秉承手里的亲子鉴定,我必须要确定他的来源,究竟是顾秉承想来勒索我们家一笔,还是有对家公司,想借着这件事瓦解我们,不过这些目前,都不是我最应该担心的事情了, 看着手机上爆出来的花边新闻,豪门连因竟遭遇第三者插足,他们究竟该何去何从,像这种新闻,每天要多少有多少,原本应当掀不起什么火花,可偏偏最近胡冰营因为发了一条短视频,意外在网上走红, 在新闻爆出来的那一刻,有不少人都认出来那是他,纷纷在评论区评论,新闻的热度,也就这么一点一点得涨了上来, 不多时,胡傅给我打来了电话,在电话那头,他说,胡冰营和顾秉承,如今都在家里,想让我过去听听我的看法,挂断电话后, 我轻轻垂下了眼眸,上一世,胡傅胡母也曾这么问过我,当时我对胡冰营的爱意正浓,自然不肯轻易放开胡冰营,胡傅胡母自然站在我这边, 他们停了胡冰营的卡,家里的支持和他的爱情,只能选择一个,可胡冰营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情绪,他认为我们都是在害他, 在干涉他的自由,我们闹得不欢而散,而这一世,我再也不会阻止胡冰营了,我要看看,少了我这一个阻力, 他们真的就能如愿获得幸福吗? 等我赶到胡家的时候,客厅里早已变得一片狼藉,一旁的胡冰营趴在顾秉承的怀里啜泣着, 而一旁的胡傅胡母只能怒气不争地瞪着他们,见我来了。 胡夫胡母就像是看见了救星一般,连忙走到我的身边,小顾啊, 我们家冰营从小就听你的话,你快赶紧劝劝他吧, 你看看,现在网上骂得有多难听,他还死活非要闹着下滑线。 后面的话,胡傅胡母没说完,无奈地对视了一眼,我却听懂了他们的言外之意, 无非就是,胡冰营现在非要闹着和我退婚,不过这正合我意, 原本我还在为怎么降低公司损失为前提下,提出取消婚约, 如今胡冰营这正是把一个绝佳的理由推到了我的面前, 现在我们两人只要公布取消婚约。 舆论会一边倒地支持我,所有人都会以为是我的恋情被人插足, 所以只能无奈退婚,而公司的股价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波动, 我能看清这一点,胡傅胡母自然也能看出来, 所以他们才会着急忙慌地将我给喊来,想要询问我的态度, 与其说是询问,不如说想将我推出去做这个坏人, 他们既想要维持住舆论压力,又不想自己的女儿,因此和他们生了间隙, 上一世,我不是看不出来,只是我体谅他们做父母的不容易, 才会来做这个出头,鸟,伯父伯母,你们可能误会了, 就在刚刚,他们就把恋爱的事情告诉我了, 我承受不住这个打击,所以答应了胡兵营退婚的要求, 最后几个字,我咬得极重,胡傅胡母的面庞一下子变得惨白, 他们怎么都不会想明白,明明爱惨了胡兵营的我,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提出退,婚了,胡母有些慌张地看向我, 小顾,兵营现在被迷昏了头,可你不能也意气用事啊, 你们这两个孩子是我从小一起看着长大的, 你们的感情哪是那些随随便便的人就能比的, 退婚可不是小事,你们等冷静下来再好好谈谈, 我注意到,顾秉承的身形一将,眼神有些阴郁地看向我, 我淡淡地看向胡傅胡母,这确实不是小事, 在恋爱期间,胡兵营脚踏两条船, 伯父伯母当真不知情吗? 上一世,我先入为主地认为,胡傅胡母对这件事并不知情, 可后来我冷静下来想了许久,胡冰卿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, 他们真得对此一点都不知情吗? 果不其然,在我的调查之下, 胡傅胡母比我更早知道了这些事情, 而当初胡母的谈话也是早有预谋的, 她早早地将自己给摘了出来,表明了自己的立场, 可怜我那时傻傻看不清, 还以为胡傅胡母早就认定了我, 他们一边觊觎着我背后的家事, 又一边替自己女儿的丑事做遮掩, 当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, 听到我的话,胡母顿时就慌了, 她有些结巴地说道, 当当然不知情了, 我们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儿子看待了, 怎么可能会这么对你? 曾经核实, 我是真的把胡家人当成自家人来对待的, 所以当胡家的公司出现了问题之后, 是我忙前忙后, 替他们挽回损失的合作商, 当我在酒桌上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, 胡家一家三口正亲亲热热地共进晚餐, 他们早已将我的付出, 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, 可若我们是一家人, 我也就忍了, 可他们根本就是将我排斥在外, 还想让我为他们做事, 我端起一旁的水杯, 润了润喉咙, 将视线转向了一旁的胡冰颖,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, 一直问我的意见, 也不是那么回事, 不如我们来问问另一位当事人, 看看他是怎么想的, 胡冰颖可能意识到了, 这次退婚带来的后果, 不是他能承担的, 他沉默地站在一旁, 不肯出声, 反而是顾炳成挡在了胡冰营的面前, 他一字一顿地说道, 你现在这么有恃无恐, 无非就是仗着你是顾家的继承人, 所以想用权势逼迫胡冰, 赢嫁给你, 但如果我告诉你, 我也是顾家的种, 也有继承公司的权利呢? 此话一出, 屋内所有人的视线, 都齐刷刷地落在顾炳成身上, 他将亲子鉴定书扔在我面前,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了, 他和父亲有血缘关系, 也就是说, 顾家现在的资产有他的一半, 可和顾炳成想象中不一样的是, 胡父胡母依旧殷切地站在我这边, 连一个眼神都吝啬给他, 我从小就是按照顾家未来继承人的身份培养的, 又怎么可能随随便便, 被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给挤下去, 就算顾炳成的亲子鉴定是真的, 他的能力不如我, 在公司也早晚会被我踢出局, 所以, 胡父胡母当然不会选择他, 可偏偏胡冰营不懂其中的厉害, 他稀奇地看着父母说道, 反正你们只说让我嫁给顾家的人, 并没有说明我要嫁给谁, 既然秉承是顾家的人, 那我嫁给他也可以吧, 胡父胡母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向他, 他怎么能和小顾比? 小顾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被安排进公司处理合同, 到了大学和各大合作商之间都能游刃有余, 再看看你身后这个男人, 他除了能花你的钱还能干什么, 胡父胡母的话毫不留情, 就差把顾炳成贬低进尘埃里了, 友情银水宝, 可只有感情, 真的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吗? 胡父胡母不想看他日后受委屈, 可胡冰营却一脸的不服气, 他指着我愤懑地说道, 从小你们就告诉我, 一定要讨他的欢心, 让我长大以后就要嫁给他, 可我尝试过了, 我们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, 为什么你们非要比我呢? 是不是真的要我死在你们面前? 你们才甘心, 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, 原来从前那些我自认为开心的过往, 全都是假的, 那些都是胡冰营在父母的逼迫下, 才勉强来接触我,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和他分开的决心, 胡冰营对上我平静的目光后, 整个人变得更加疯癫, 他怒气冲冲地指着我说道,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作态, 明明我是你的女朋友, 可你看到我的时候, 却连一丝情绪波动都没有, 在你的心里, 恐怕我都没有你手底下的员工重要吧, 我也不想变成这样, 可是在你冷落我的时间里, 都是秉承在陪着我, 我不奢求未来的丈夫多么有权势, 我只希望他肯花时间好好陪我就够了, 看着胡冰营全身上下的打扮, 目测至少要一百万打底, 我露出了嘲讽的笑容, 从前在大学的时候, 我就时常因为公司外出跑业务, 因此胡冰营没少抱怨我陪他的时间太短了, 那是我为了讨胡冰营的欢心, 于是果真减少了去公司的时间, 只不过减少的是去胡家公司的时间, 胡父胡母早就把烂摊子扔给了我, 如今我撂挑子不干, 他们自然没能力把烂摊子收拾好,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, 胡家的开支顿时少了一大半, 而胡冰营也时常会抱怨家里公司不景气, 连最新款裙子都没办法买了, 而等我给他买完了他看重的衣物包包之后, 他又撒着, 交让我继续去公司里帮忙,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, 你也不忍心看我以后变成落魄附加千金吧, 从那以后, 我继续回到了忙得脚不沾地的状态, 和胡冰营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, 如今胡冰营花着我费心费力赚来的钱, 却还要说是我不陪着他, 才导致了他变心, 不过我现在也没精力去和他理论这些, 似笑非笑地看向胡傅胡母, 既然我们两个人都要求退婚, 那我看这份婚约确实也没必要了, 稍后我会让公关部门在网上发出声明, 胡傅胡母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 他们这才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, 而是认真的, 尤其是胡母, 直接将胡冰营从顾炳城的怀里给拽了出来, 我站在一旁, 冷漠地看着他们的闹剧, 看来胡傅胡母并不是意识不到我的生气, 只是他们不在意, 他们觉得我一定会像从前一样原谅胡冰营, 胡冰营就这么被推到了我的面前, 他的眼底里划过一丝屈辱, 就算你抢逼我和你结婚, 我也不会喜欢上你的, 这下我是真的不理解胡家的人了, 我自认为我说的话已经够明白了, 也和胡冰营达成了共识, 退婚对他们来说很难嘛, 又或许他们是想让我抱一个大料出来, 才肯罢休, 我俯下身, 眼睛一眨不眨地说道, 你之所以爱上顾炳城, 是因为你大二那年的一场车祸对吗, 当时你一个人走在马路上, 不知哪里冲出来一位酒驾的司机冲向了你, 如果不是顾炳城, 恐怕你早就没命了, 顾炳城却意外扭伤住进了医院, 你在照顾他的那段时间爱上了他, 对吗, 其实胡冰营说的没错, 在最开始的时候, 他的确没有爱上顾炳城, 甚至对他大张, 旗鼓的示爱表达过厌恶, 可后来, 胡冰营提起顾炳城的次数越来越多, 也逐渐没了最开始的厌恶, 当我表达出疑惑的时候, 他甚至会下意识地替顾炳城解释, 之前是我误会他了, 其实他为人挺好的, 最后, 等顾炳城救了胡冰营之后, 他心里的天秤就彻底偏向了顾炳城那一边, 这些事情原本我是不知道的, 是上一世顾炳城特意跑到我面前炫耀的,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出来的, 车祸是假, 酒醉的司机是假, 就连他受的伤也是假的, 他早就串通好了医院的医生, 让医生刻意放大了他的伤势, 以此加重胡冰营的愧, 酒, 而在住院的期间里, 他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, 让胡冰营爱上他, 我整日里忙着公司的事务, 胡冰营根本见不到我的面, 哪怕他给我打了电话, 我可能要隔几个小时, 甚至十几个小时, 才能回复他, 而顾炳城, 则彻底填满了他寂寞的时间, 让他不可抑制地沦陷, 不过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借口, 无非就是他不爱我了, 胡冰营不可置信地看向我,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, 你监视我, 我并没有回答, 反而饶有深意地看向了顾炳城, 既然你说你是顾家的人, 需要我带着你去见见顾家的人吗? 这一份亲子鉴定书, 我觉得并不能代表什么, 你根本就接触不到我的父亲, 又怎么可能做亲子鉴定书呢? 顾炳城的身形一将, 随后不服气地看向我, 去就去, 我本来就是爸爸的儿子, 我有什么不敢去的, 这次一旁的胡父胡母, 没有再出声反对了, 他们已经失去了我的支持, 如果顾炳城真的是父亲流落在外的私生子, 那他们还, 有一丝希望, 于是他们偷偷地暗示胡冰营, 让他一同跟着我们回去, 看到他们的小动作, 我干脆直接转身离开了, 上一世我真是瞎了眼了, 才会认为他们是一心为我好, 回去的途中, 顾炳城想惹我生气, 于是故意和胡冰营, 做出一些亲密的动作, 可我从后视镜看了一眼他们之后, 很快就收回了目光, 见我没什么反应, 顾炳城有些兴兴地松开了胡冰营, 他挑衅地说道, 以后顾家的资产有我的一半, 我看你还敢用这个态度对我, 妈, 好天真的想法, 我淡淡地提醒道, 公司并不只是父亲一个人的, 我的母亲也拿着很大一部分股份, 并且在我成年, 那一天就已经全部转给了我, 至于父亲手下的股份, 也转给了我一半, 就算你真的是顾家的私生子, 你能拿到的股份, 也不过百分之五,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, 小股东, 你拿什么和我斗, 听到我的话, 顾炳城不敢置信地睁大了双眼, 他失声道, 这不可能, 我妈说过那些全都是我的, 是你们欠我的, 我的眼神一闪, 若有所思地看向她, 原来这一切的源头, 竟来自她的母亲, 你妈说什么, 你信什么, 可惜, 这次你妈说得不对了, 我的母亲是明媚正娶的付加千金, 在我出生的时候, 就为我准备了满满当当的财, 付给了我十足的底气, 而你的母亲, 只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, 听到我的话, 顾炳城额头上青筋抱起, 似要冲过来和我四打一番, 可胡兵营却拦下了她, 她低声说道, 现在你生气也没用, 无非就是让外人看笑话, 等到了顾家之后, 我相信他们会给你一个交代的, 虽然早就看清了胡兵营的真面目, 可当我听到她说的外人时, 我的内心还是一截, 原来在这个时候, 她就已经把我当成了陌生人, 在上大学的时候, 我们两人还曾笑谈着未来, 她的眼睛里仿佛有星星, 亮晶晶地看向我,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? 那时我整天都要拉着你, 陪我玩过家家, 我扮演妈妈。 你扮演爸爸, 我们就是像亲相爱的一家人,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, 等毕业以后, 我就要嫁给你了, 我们就可以真的成为一家人, 那是我们幻想着结婚后的生活, 如今, 不过才过去了两年, 胡兵营就变了心, 人生当真是世事无常, 等我们赶到顾家的时候, 父母早就收到了我的通知, 一脸严肃地坐在客厅里等着我们的到来, 而顾丙承进来后的第一件事, 则是痛哭着跪在了父亲的面前, 爸, 这么多年, 我终于能见到你了, 我骂死之前, 嘴里都在念叨着你的名字, 他告诉我, 让我一定要来找你, 顾丙承的动作让我微微挑眉, 没想到为了回顾家这么拼, 而母亲则是有些不懈地撇过脸去, 一一回来就跟豪丧的一样,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亲爹也死了呢, 真是小门小户出来的, 连一点礼貌都不懂, 母亲的话, 成功地让两个男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, 尤其是父亲, 他冷哼一声, 还跪在这里干什么, 还不嫌丢人, 那份亲子鉴定书我看了, 我也懒得再去医院里重新做一份了, 说说你来这里的要求吧, 别说你就是为了那点子亲情来的, 我不相信那些虚的顾丙承的眼底闪过一丝金光, 他极力压制住内心的兴奋, 我没有别的要求, 只是妈妈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, 他最喜欢的就是爸爸工作时候的样子, 我想我身为爸爸的儿子, 应该也有权利进公司吧, 说完, 顾丙承抬眼小心翼翼地看向父亲, 等待着他的反应, 可注定要让他失望了, 如今公司里大事小事, 基本上都是母亲在后指挥, 父亲那点为数不多的权力也早就被架空了, 况且父亲的志向本就不在公司, 而是他口中所谓的诗和远方, 母亲曾以父亲为反面教材, 教育了我许久, 也是从那时开始, 我知道了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, 和上一世一样, 母亲很轻易地就答应了顾丙承的要求, 原本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让一个骗子进公司, 直到最后, 我才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, 这些年在公司的高层待久了之后, 哪怕我兢兢业业, 也依旧会有人对我不服气, 认为我就是靠家里的关系才走到这一步, 而顾丙承的出现, 则正好和我形成了一个对立组, 只要我签下一个大单, 那所有人都会把我们两个人拉出来做比较, 同样都是顾家的儿子, 顾家自然不会对我们师子顾比, 所以他们再也不会对我的业务能力提出质疑, 反而会将质疑声转向顾丙承, 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, 我样样都能做到比顾丙承优秀, 母亲是这样告诉我的, 我已经为你承轻了99%的障碍, 如果连最后的这点阻碍都能困住你的话, 也没必要留在公司了, 然而事实证明, 我的确做的要比顾丙承优秀得多, 我早就在公司里工作, 对公司上下所有的事务都游刃有余, 反观顾丙承, 大学毕业后就知道和胡兵营四处出去玩, 早就把老师教的东西忘到狗肚子里去了, 直到在我和胡兵营结婚前夕, 顾丙承的心里也涌上了浓浓的危机感, 在偷听到了我要去外地签一笔大单的时候, 他截胡了我的客户, 那时他嚣张地说道, 反正你现在要忙着结婚的事情, 签合同这种事还是我来吧, 就是不知道等我把这笔合同签回来之后, 新郎会不会换人, 顾丙承似乎是单细胞生物, 总觉得只要签一笔大单, 那样父母就会对他改观, 从而放弃转身培养他, 父母已经在我身上耗费了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, 除非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, 不然他们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我,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 顾丙承合同没签回来, 反而出LA市, 那时外地并不太平, 有人刻意瞒下了本地有杀人犯的消息, 等到嫌疑犯落网的时候, 我们也收到了顾丙承身亡的通知, 原来顾丙承那日签完了合同, 一个人出来喝着酒庆祝, 却在回酒店的途中和一名男子发生了争吵, 应该说是顾丙承单方面的辱骂对方, 恰巧那人正是警方苦苦寻找了许久的嫌疑犯, 犯人被顾果成说的恼羞承怒, 直接在大街上残忍杀害了顾丙承, 为了照顾胡兵营的情绪, 我让人将这件事瞒了下来, 只告诉他顾丙承是在路上出了意外, 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 胡兵营居然把顾丙承的死归咎在了我的头上, 他认为这份合同本应是我去签的, 可我却遛着顾丙承去, 你分明就知道那里有杀人犯, 所以你不敢去, 你不去就算了, 你为什么要让丙承去, 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? 我当时呆症了许久, 不敢相信我在胡兵营的心里居然是这种人,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, 胡兵营的情绪就已经冷静了下来, 还主动找我道了歉, 我原以为是他想明白了, 没想到是直接在背后策划着该如何杀掉我, 是, 既然胡兵营认为是我害死的顾丙承, 那这一事我就如他所愿, 我特意将那份合同大辣辣地放在桌上, 出去和人吃饭了, 等到下午我回来的时候, 看到桌上的合同明显有被人翻找过的痕迹, 我满意地笑了, 笑, 次日, 秘书打电话告诉我, 顾总, 顾丙承现在拿着合同在前往A市的路, 上和他结伴的还有您的未婚妻胡, 兵营, 听到未婚妻这三个字, 我皱了皱眉, 怎么回事, 解除婚约的公告还没发出去吗? 闻言, 秘书有些慌乱地去找公关部编辑消息了, 不出半个小时, 故, 胡两家解除婚约的消息冲上了热搜, 胡父胡母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, 发短信, 我直接将他们的号码全都拉黑了, 回来的这几天里, 我暗中将和胡家的合作全都撤了回来, 如今他们的公司恐怕只剩下空壳子了, 又过了没几天, 胡冰营身亡, 以及顾丙承重伤的消息传入了我的耳中, 原来顾丙承比上一世还嚣张, 不仅让对方给他跪下道歉, 还一个劲地羞辱人家, 等到犯人拿着刀子冲过来的时候, 顾丙承魁不犹豫地抓起一旁的胡冰营挡在自己的面前, 可怜的胡冰营上一秒还沉浸在爱情的幻想里, 下一秒就被爱人无情地推了出去, 顾丙承想逃并没有逃掉, 被犯人捅到了要害, 如今正在医院里抢救, 哪怕医生能将他救回来, 恐怕也要面临终生植物人的风险, 母亲没有犹豫, 直接放弃了顾丙承, 反正他已经物尽其用, 成功让那些不服我的人闭上了嘴, 他就算醒过来也只有被我们踢出局的份, 至于父亲则对顾丙承这个便宜儿子更没有感情了, 胡父胡母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, 早就哭成了泪人, 公司巨大的压力以及丧女之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, 不出一个月, 他们就宣告破产, 面对巨额的赔款, 他们想借着以前的情意, 让我帮助他们, 我表面上答应了下来, 实则派人出面, 以低价收购了他们的公司, 胡父胡母原本还想找我再求求情, 可却被我让保安将他们拦在外面, 以前的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吧, 我还有光明的未来等着我。 Ish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